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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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玉琳哥 在你眼中符合什麼樣的女孩子 叫做美女 這個問已婚人士 是有點為難 對 什麼樣的造型 但是呢 做節目也不要遮遮掩掩的 那我就長話短說 就兩種類型 對 當然像我們家老婆芽芽那種類型 對 當然 那是我認為第一美女 第二個僅次於我老婆的 第二美女就像妳這一些人 好 因為我站她旁邊 所以她這樣子講 沒有 可是這個跟我們今天主題 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講 美女的類型很多 這一集就是來跟大家分享 美的定義不用好像很狹隘 其實很廣泛 白款 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對 所以各種類型的女生 都有那個相對應 喜歡她這一型的 是 你看我們連來賓都找不同類型的 我們的來賓就是 都是美女妹 我們來歡迎她們 蘇晟 來哦 藩其高榮舞王 蕭蘇晟 家瑋 我見有年 小女人代表 花花 萬年 白富美 長腿代表 等一下萬年 我今天不是很開心嗎 好壞 唯一是 巨人一趟泰國 換他女兒生 真的、假的 你是女的 看不出來 沒有啦 男士代表 男士代表 今天要來品品眾家美女 對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說 美女的類型非常地多種 其實定義不只是一種 所以我們又邀請到 四種完全不同風格的美女們 對 來 我們首先歡迎 氣質型美女代表 沒有笑聲 要當林志玲的翁子涵 翁子涵 來 厲害 好漂亮 好甜美 來 走秀 不得了 你看 這個跟花花有點壯型 會嗎 我是氣質型的 我怎麼自己都不知道啊 身高啦,身高 身高 好,再來歡迎我們的 這個健美型美女代表 最辣的體大學姐 KIMI 體大學姐 來 身材 這個身材很漂亮耶 最美的 我很喜歡這種的耶 很厲害 而且很能量的美女 做出一個健美動作 這個健美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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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漂亮 很漂亮 歡樂的時光 過得總是特別快 接下來歡迎 棉花糖型美女代表 文山區的渡邊直美 家慶 厲害 厲害了 好可愛哦 可愛 自信滿滿 對 陽光 其實也是很可愛的 很可愛 身材超好 很像在那個 健康美 在那個新加坡直播天王 王蕾身邊的那個女的 最後歡迎我們文青可愛型美女代表 經常放空的空靈少女林安 好,這個就是真的嫩美了 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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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來大家驚呼一聲 完全可愛系代表 對啊 就是純玉系的 純玉系 天啊 你剛無事不登三寶殿 來,站中間 他今天來這裡一定是有目的的 什麼 是 你怎麼這樣講呢 你怎麼這樣講 你才怎麼這樣講 你語色囉 對 尤其他又空靈器的 被大家一電 一觸是不是 完全六神無阻 還當著來 怎麼目的跟大家講一下 真的是有目的而來的 就是我的 第一本數位的線上寫真集 就是已經在各大平台上線了 請大家就是 都要帶一個 林家女孩回家 她叫林安對 叫做林家女孩這樣子 對 我們就勇於支持林安的 林家女孩 謝謝 來,謝謝林安 謝謝 來 好,我們現在要請我們的來賓們 跟我們分享 覺得自己最有魅力 還有魅力的地方 還有外表帶給你們的優點 來,那我們就 林安先開始好了 我自己的個人優勢 大概是 就像這邊有寫 小狗狗般的眼睛 水汪汪的眼睛 對 小狗狗般的眼睛 就是像很無辜 比較無辜一點 沒有 那個像那種狼犬那種 也不會無辜 狼犬是小狗狗嗎 所以 所以妳這個是雞娃娃 我是雞娃娃 對 之類的 那像就是我跟人家說話的時候 我會習慣會盯著 就是別人的眼睛看 就不會眼神飄移 所以 好處是如果要拜託事情的時候 有時候我就會說 可以嗎 期待 直接散發期待的眼神給別人 那妳會講 拜託 我不會 我怕 我不能這樣講吧 這樣講好像會討人厭耶 可以嗎 妳也知道 我知道 我跟你講這誰最厲害的 子涵最厲害的 真的嗎 子涵妳撒嬌看看 哥哥 拜託 哥哥 拜託 哥哥在那邊 他跟我撒嬌 玉琳哥妳真的很噁心 妳喜歡這樣 我在測試 看他是不是那塊料 你就滿足自己的私欲 沒有 因為這種話 不是每個人都能講的 妳叫俗勝講看看 妳會吐死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我就不是這種 那種型的 所以他們 他就不是鬧哥哥 拜託 我就不是那種 就是 我XX妳 我跟妳講 我不適宜到這樣好不好 玉琳哥 那妳不走撒嬌路線 我不走撒嬌路線 完全走不了 所以我每次看到 他們這樣子的女生 我其實特別的羨慕 因為 像我以前 然後又講我以前 在工作的時候 那其實 我其實是一個 比較對工作來說 我是比較嚴厲的一個人 就是以前我對我的助理 然後就是 其實我對他很好 就是各方面都很好 然後呢 但是我對他工作的狀態 我的要求就會很高 那他犯的一些錯誤 比如說就是 不可以犯的錯誤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這太不可原諒了 因為妳每天在做的事情 竟然還會做錯 那我的個性就是屬於那種 我會直接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 可是因為我本身的 不是這麼親人的一個狀態 然後又突然間發這麼大一個脾氣 然後所有人看到的時候 結果工作人員又想說 我跟你講這笑聲一定就是這樣 他就永遠就是對助理這麼笑 你看看看看看 就是這個樣子 嚇死了 同樣的脾氣如果領安來發 對 他就說完蛋糟糕 這個助理一定是犯了很大的錯誤 不然也不會這麼生氣 對 所以我就整個就超吃虧 而且我又不愛解釋 我就想說隨便 隨便怎麼樣 反正就是這樣 我確實就是現場發很大的脾氣 但我現在好了 好不好 有啦 現在圓融多了 我現在親人很多 這邊 這樣一直看妳講話 我們還是看這邊 好 很討厭的 差很多 帶給妳什麼好處 就是我之前打工地方的老闆 和老闆娘 他們就非常非常照顧我 因為有一次就是我搬家 然後他們就知道說 我要搬家了 他們就主動來說 如果妳有缺什麼東西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來想辦法幫妳處理 沒有關係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就是 我就很說 那我可能 沙發有點麻煩這樣子 然後或是 今天天氣好冷喔 然後後來我就收到了 沙發和電暖爐 好暖爐喔 對 那還滿好的 就是很貴人相助 比較受到照顧 我有個朋友 瑪莉也是好像跟她很像 然後每次有時候 我們一起出去 我們穿一樣的衣服 然後記者有拍照說 我們兩個是母女裝 我是超火大的 你是媽媽媽 瑪莉是女兒 對 然後他們就 他們都說什麼 妳不要在欺負瑪莉 我說我沒有欺負她 她就覺得我在欺負她 妳們兩個站在一起 就感覺妳在欺負她 對 妳就像那個Cinderella 那個後母 其實我沒有只講話 比較大聲而已 所以也是滿吃虧的 妳就會嚇到她 外表真的會太吃虧 對 我真的覺得外表太吃虧 我抽象 我是從國小就被人家說 我長得像 因為 但是我的愛女人 狐狸精 對 然後我長大以後就真的 可是妳的臉型也像狐狸 沒有 好煩 但是我們長得像狐狸 也錯了嗎 我錯了嗎 她長這樣子 人家都會覺得妳就是小三命那一類的 對 而且就是會特別的 對妳有距離感 通常就是像 像她這樣子 林安長得就很無害 但可能她跟男生講講話或什麼 大家都不會在那邊 這這這這這 可是要是我稍微靠近一下 隔天大家會說 她跟她應該有什麼怎樣怎樣 好可怕 我每次都要離別人很遠 因為妳長得太漂亮 對 他們覺得有危險 一般政公一定都不太願意 帶老公出來跟你一起吃飯 對 我曾經就有同事 我跟他沒有很熟 只吃過飯 然後他就有一次 因為他懷孕了 他老公剛好有來 他就跟我講說 因為我現在懷孕 我們最近都沒有方式 太危險了 而且我覺得認識我的 同事們 前輩他們 只要是有跟我很熟的 都會跟我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們第一次 看到我的時候 都會覺得說 在旁邊總是說 這個女生一定很有心機 一定很厲害 一定是那種受訓來的 然後她的實力一定是很堅強 超強的那種 老公你是不是覺得她有 她講話那個樣子 有 因為那時候不瞞您說 你知道她有一次 來參加三國之 然後她穿泳裝 然後她整個內內爆炸 你知道 然後全部的男生在游泳池 試在游泳池戴墨鏡是怎麼回事 全部都一直在偷看 然後因為她好像 你好像不太會游泳對不對 然後她有叫少偉哥 教她游泳 少偉整個熱血沸騰 她整個臉脹紅 少偉在你們節目不是 兩次搭帳篷嗎 第二次就是那一次 有 有一次還 有夠沒水準的 錄影錄到搭帳篷 對 對啊 沒品 少偉真的很骯髒 她怎麼會這樣 她都這麼老了 她看到她太刺激了 沒有 因為我身材太好 她說她跟許蘭芳只是朋友 沒有 她那個時候跟許蘭芳還不認識 對 很久了 真的是很快的時候 家瑋就是幹細胞你知道嗎 她要髒尾回床 沒有 沒有了 可能是因為我真的太大辣辣了 但是有點 就會有缺點跟麻煩 煩惱 像林安 妳外表帶給妳什麼樣的煩惱 就是我有一個非常非常困擾我很久 就是因為我的個性跟我的外表 其實是相反的 所以就是以往碰到一些男生或對象 他們一開始可能會被這一個感覺 很溫馴然後很溫柔 無辜無害 對 無辜無害的 小狗狗的眼睛 對 這個空殼給吸引 其實妳心裡面 也沒有大流氓 妳自己心有多大的反差 不小心有時候可能玩遊戲 太激動的時候會有點 就是用中文 國罵 就是不小心 偶爾以下 妳也會罵三字經 就是只有玩電動 玩電動太激動的時候 但其他時間不會 但妳罵三字經應該也滿可愛的 想看 妳罵看看我們消音看看 我要先問一下我經紀人吧 妳罵我們消音 那時候也聽不到 只是人家看表情而已 不要 妳罵看看 來 3 2 1 不要 因為其實就是我個性太直接 然後所以導致就是 之前在工作上 有時候其實還是會像 像家瑋剛剛說到 偶爾還是會被女生討厭 就是因為太容易跟男生打成一片了 像我有個同事 在公司同事很好那群男生當中 有個是那女生也喜歡的人 那所以他就會有點誤會說 我是不是要 用這種就是好像哥們 然後又看起來很無害的感覺 去接近他喜歡的男生 就認為妳的個性好像反差太大 就被當作綠茶了 對 因為我直接被當綠茶 好 綠茶